U.S Ruach 干吗 都干了 干吗 干吗 我 regard你 张掌柜 我们按之前的约定 按时送到了 您瞧瞧这花生的品质 这个味道不错啊 大长卫的 路养过了 二百斤挂领 那二位稍等天课 我去取银子 辛苦您了 掌柜的 麻烦您稍微快点啊 我们继续用钱 想赶紧回家 再做一批花生 要不二位 这屋里歇一会儿吧 眼看这外边要下雨了 还下雨 这不会吧 你们别不信啊 我这老寒腿准得很 要是过雨 也就腾了半克 可我这腿 腾了几日了 估计这雨啊 得连着下一段时间呢 一会儿你们屋里等啊 那慢点上位 若真是这样 一定来不及做出 那么多花生 要做过一百两银子的话 我们得再想想法子了 只剩一个法子了 你不认识想 八十两 我们当时订的 可是一百二十两 今时不同往日啊 谁能确保 老这蒜香花生一直火热呢 你们这方子是真的吧 当然是真的啦 您为何会这么问 没什么 我确实 对你们这方子感兴趣 但是一百两 我是绝对不会出的 眼下卖蒜香花生的 不止一家 个个都说自己是头一份 可您为何偏偏看上了 我们家的花生呢 因为就目前而言 我们家做出来的 花生最好吃 最受客人的欢迎 是啊 张掌柜 我们的花生 行情可不是一般的好 若不是急需钱 我们是肯定不会买的 况且 您若是买下 我们家的方子 不仅能在这家酒楼售卖 还能供应 镇上各类食谱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 这一百两银子 便能挣回了 张掌柜 这饥不可食 食不再来呀 话虽没错 但作为店家 总要考虑 各种风险嘛 这价钱 实在不能再高了